好,回到第二節的黑木崖 上一節我們大概講了選舉的背景 我們知道至少有唐營、梁營 唐營、梁營都是代表中央的一些利益板塊 這些利益板塊來到香港其實也有所謂不同的利益板塊 唐英年根據某些說法是甚麼板塊呢? 是一線財團 一線財團 即是那些大地產商 你看他們的提名名單已經知道 好像是 全部四大地產商都去支持他 厲害 或者轉不設泰 但都落火名 另外一個呢? 另外那個梁振英就是二線財團 即是之前一些上不到位的地產商 所以其實一線和二線 對於我們小市民來說 沒有甚麼分別 我記得唯一一個 好像開名支持梁振英的地產商 就是陳啟忠 在行龍 另外呢? 其實也有些分析指 其實梁振英雖然在本地的財團 的線不算那麼多 即是沒有另外一面那麼多 但他也跟北方的資金 甚至有過和來 包括一些內地的地產商 所以他們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發財團 所以再一步有個分析就是 其實他們是來爭餅吃的 香港這塊餅這麼大 但原本就已經被 整大些餅衰 原本就是所謂的糧型的人 就吃餅衰 利益四大地產都吃光 那就不強 所以現在就要反抬 要再改變這個分餅的制度 簡單如果不是分給我們 是要分給財團 即是所謂有些人穿襪 穿襪到襪都穿不下 不要想出來 所以才有這樣的鬥爭的結果 如果是這樣 其實我們回想起來很可悲 是的 其實這些通常權謀 或者是所謂的現實政治的分析 是我很不在乎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其實 你看到其實很多人都會很灰 即是說香港人不是感覺不到這種利益輸送 或者是所謂利益板塊的交集 但是你看得多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吹向犬魚 即是覺得自己參與不到 或者說無論最後誰贏了都好 那些好處都不會分到下去民間 也都不是由市民決定 我覺得你比較清澄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不相信香港 其實是敗壞了的 即是我還記得 即是說說前幾天我坐車 還有兩個男人 即是聽了兩個男人聊天 有一個就說 大陸的法律是亂來的 就不用看案例 又不用看法理依據 亂判 總之你認識官 夠有錢 就搞定了 肯定贏了 那香港就不同了 原來之似乎香港 香港就要搞定別人 即是一個法治社會 即是那個男人 就是這樣 即是我們有規有舉 那些東西 你不可以認識別人了事 你要講案例 你要講法理 上庭是有意思的 然後我們的社會 又有輿論 要監察 即是有一大堆這樣 支持 但是 所以我聽到的時候很奇怪 因為這兩天前聽到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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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已經 那些貪婦都出來了 但是我其實有些想問他 不過我不夠膽 你知道在車裡 待會他再吵我一會 給別人拍 其實有些想問他 如果你覺得香港 這麼有法治 那曾蔭權這些怎樣 這些 貪婦之手 這些接受豪華遊艇招待 又搭過私人飛機 然後還要走回來 跟他說 他給了錢 這樣 即是 真是 其實我很想知道要付錢 即是 有遊艇 譬如要銀花16元 即是銀花一些稅銀 給他 這程是 這個 一般交通費 然後有些稅銀 給個富豪 不是 上海都有300多元 即是可能 喂 多謝了 今天 拿到銀花之後 就給錢 這樣 很奇怪 這些都交了 但是很快 我們看到這件事出來之後 我們都看到 事麻反彈很大 我記得在網上 尤其是 網上有人出過 報紙也有出過一篇文章 其實是說公務員 因為長時間以來 公務員被人 一個比較保守 比較支持政府 施政的印象 但是很有趣 這次 連公務員也有人 不是公務員 是前公務員出聲 或者公務員 一些初級公務員 就是去罵商人權 是的 意思是說 我們做公務員的時候 都知道 如果你收受利益 是很大罪 收受到多少 少到多少 你收一張餅卡 都會出事 另外就是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抄標 不是 不要抄標 譬如你去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去結婚 婚姻註冊處 有些人都說 會派利是 派利是 就是這麼喜慶 大家一起開心 派利是 給那些職員 職員 禮必 就是會拒絕的 他說 因為我們在做公職 所以 沒有收錢 我記得讀大學的時候 年紀 來我們講託 是 即是他 警告我們 小心我們會被人拘捕 為什麼呢 就是原來那些學生 即是你代表你的學會 去 例如NACAN 去 餐飯 例如你裝聚 是 便宜了 你都會被人拘捕 是嗎 是的 即是他說 我們很嚴重的 不要以身事法 是的 如果是很嚴重的 麻煩你朋友先去做事 真的 所以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 我們見到 即是香港人是很不同的 因為 我其實曾經都有一度以為 香港的法治 其實香港不是很在乎 因為 事實上 如果我們有留意社運 或者是留意 一些政治的新聞 我們知道其實香港的法治精神 在回歸之後 其實是一步一步的手彈 但是 來到這裡 為何忽然才有人出聲 原來香港人的痛處 就是在貪污這裡 因為 我後來才想回 最近有些人傳 在網上傳一些 反貪污觸角拍的圖片 原來 大家回想起 我回想不到 但是 我們都會知道 其實在七十年代 香港都展開了一個 很壯壯的 好暴蕩蕩的 反貪運動 是的 當年的很多探長 就被人捉 捉完之後逃走 棄保前途 所以有割拍 最後要把他捉回來 大家都知道 這些貪污的情節和情況出現 香港人有很忌諱這一點 譬如 如果你問我 車上的那些男人 那兩個男人 有說香港比大陸有多好 其實落到最後就是 香港是一個廉潔 就是青年的城市 我們不需要擔心 我們的公共服務 或者我們的政治 會受到很多的財團的影響 也不會因為我們沒有錢 而得到較差的待遇 有這類人像 但是 很明顯 現在我們 就多謝曾蔭權 就是為首的政府團隊 就打破了 或者至少是把這個 這個幻象 這個幻象 獨穿 是的 獨穿了 多謝了 我們知道也不是這樣 回頭 坦白說 一般人可能覺得 有些出題 但是 你認為 作為一個社會人士 你剛才已經說過 其實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有些甚麼令你覺得 其實一早就已經變了 其實你看回近年 公民社會被人打壓的情況 嗯 你已經知道了 就是他 透過去委任一些 例如 法官 或者是 委任那個機構的Heads 他們其實是很能夠掌握這些機構 他們的執法 嗯 例如呢 可不可以舉一些具體例子出來 很簡單 例如 之前 港鐵競步賽那裏 有人搶麥 這樣就判了14天 但是呢 後來有另外一單 就是非禮的女教師 那也是半社會服務令 其實 其實這些已經很明顯顯示出 不是說誰不公 而是他其實這種所謂著重法治的制度 他最終是有一些人的利益 他是一定要保護的 就是建制的 嗯 即是有人在集會 即是一些港鐵的聚會上 就搶麥 因為搶麥 就去喊 即是反對港鐵加價 因為港鐵大家知道 賺了很多錢 但仍然不加價 於是有一些示威者很不屈 於是就去踩場 趁機就衝上台 搶了鄭宇華發現的時候那個麥 鄭宇華幸好沒有受傷 然後他就喊了幾句 因為地鐵加價就是可恥 對 最後被控妖聯公眾秩序 最後判刑14天 還有他現在不斷檢控社運人 連同一些本身站到最後的人 朱凱迪、葉寶林 全部都被人檢控 這兩個人不是叫最後吧 他們都被人最前方 還有他們是 他的角色來講 他們是做支援的 即是無論他們在抗爭現場也好 他永遠都是支援角色 不會一下子就衝過去鐵馬對面 但其實你看到現在是 他開始去檢控這些人都是 但以他的立場來說是對的 探測先探和 永遠都是組織者 對 你搞這個活動 你可能出來就抓你 現在是 例如 我覺得其實這個不是最大的問題 但我最記得就是去年 大家會記得就是 幾場大型的示威和董龍 是一抓抓了過百人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新的進展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警權這些問題 很多數他們會走出來 那時候連警察都不夠人 他們在粉凌那裡調學堂的小女孩出來 抓示威者 因為他們其實是沒有想過 要將百多人抓走 最後他抓了百多人之後 都好像未正式說不夠 因為警察很怪的 真的不是很怪的 即是他抓了你之後 可以不過去住 那他跟他下了口供 就說後查 這些是惡法 他隨時可以叫你回去再下多次口供 然後再charge你又可以 然後又叫你保釋 即是保釋後查的意思是 他不是真的告你 但你又可以到處走 但如果他要叫你回去 請你來報到 即是諸如此類 其實呢 在搞整個過程中 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這些 又不是明國規定的 但有傳聞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有個案子在身上 如果你再犯 就會很容易幾個案子一起告 就會告入的機會又大很多 所以他可以用這個方法來 砌多幾個案子在身上 然後一次過搞定 但如果講腐敗的話 即是這些 例如曾蔭權 這些personal conduct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其實整個政府 上上下下都攤都爛的了 你未見到 例如之前虎草村已經是 可以講一下這個事情 話說虎草村就是 樓桃山一條林海的小村 他就是被一個官牌逼遷 話說 其實一開始是不知道的 一開始是黑社會下去逼遷 就是 又毒死了貓狗 然後剷掉了別人的整片果園 後來我們查完之後才發覺原來是 土木拓展工程署的處長 何偉夫 根本就是一個高官 請黑社會去迫遷 除了接受大陸資金 其實這是一種很濕淘的貪腐 其實香港不濕淘 已經是打是居馬 利益的輸送打已經是成了形態 首先他有來自北方的一些 不知道哪裏來的資金 都知道的 你可以繼續說 不知道哪裏來的資金就是 你知道大陸的錢是怎樣來的 第二就是 他在香港建立了足夠的人脈 然後這個人脈 包括黑社會 也包括高官 他背後掌握那個資訊 掌握的公權力 再加上黑社會的勢力 去進行這種收地活動 或者是高鐵事件 或者是港珠澳 其實這些大型的跨境融合的項目 它不斷都是在做這種利益輸送的 高鐵已經很明顯是查到很多工能組別議員 是有利益衝突 還有接下來 其實整個新界不斷去新市鎮 最後激了的都會是這班人 這個原來的Juicy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可以有機會再跟大家慢慢展開 包括譬如新界區的發展 包括很多的市區重建項目 我們知道很多不同的版塊都被滲透 譬如有剛剛說過的工人組別 我們也有聽過很多的資訊委員會 也是由利產商床的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跟大家慢慢細數 香港十年以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一步一步地被很多利益集團的貪腐影響 下一節回來 再見